今天我准备做饺子 放在冰柜上冰硬 想吃的时候随时都可以拿出来吃 我包的是韭菜猪肉 这些猪肉是我昨天买的 还有一点硬 我喜欢自己剁肉 因为猪肉回来自己可以重新煮干净 你们怕麻烦可以叫它清洗干净 搅碎它才拿回来 那就快很多了 我现在就 有空自己搅拌 把猪肉切开 冰硬一点切更好切 这块软了没那么好切 其实也不是很麻烦 把猪肉卷起来切 切到上下就放盐下去 继续切 放了盐之后 它就会起胶了 切到上下才放盐 切成这样 切成这样就可以放盐在一起切 切成这样 切成这样就可以了 它已经有盐了 加些生粉 放些生抽 大概2茶匙 放1茶匙 放些胡椒粉 有蠔油可以放蠔油 放1茶匙 白糖 放1茶匙 顺着方向 拿均匀 豬肉很漂亮 1茶匙 用手指 顺着方向 搅拌 很容易 搅拌 餃子 需要红萝卜 用来调味 刮一点就可以了 调味 调味 颜色更好 调味 切一切 头和尾 尾 不要 调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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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洗 淋 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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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碎 豆菜切碎 切完 和红萝卜拌在一起 用一斤绿粉 用剩下来做半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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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为了 這個面子 已经拆到比较软熟了 不用理会了 将它进入保鲜袋 如果不进入就放在盆子上 盖着就行 一定有东西盖着 否则会干 我现在就拌一下 调味 这些是盐 不要放太多 少少地就可以了 一会还要放少少酱油 我这个瓶嘴是处理过的 你们不要学我这么讨论 油也要压一点 放点油 会令身好多 好吃点 先拌一拌 还有要放些生粉 如果不放生粉 它很容易散开 韭菜里面也放些生粉 其实是粟米粉 把肉也放进去 要下手 如果不下手就很难 把它搅拌均匀 这样拌均匀 拌匀 拌什么都好 要顺着一个方向来拌 慢慢来 顺着一个方向 它就没那么散 如果你拌一下 再拌一下 倒回来 它就会散 拌什么都好 顺着一个方向 拌一下 现在都很结实 你包起身就好包 没那么松散 有些人喜欢的 你去放些虾米仔 蝦皮 虾皮都可以 这样也很好吃 这样也很好吃 这样就拌好 顺着一个方向拌 拌好 拌好 现在拿个保鲜袋 这块纸皮 量着保鲜袋的大小 比保鲜袋小一点 如果家里没有其他东西 就这样 也很好放 把手伸出币 放在内 把腹部放在内 到时包好饺子 就一只一只放在内 如果家里有这些 也可以 拌好饺子 你在家里有这些 放一些乾的麵粉 把麵粉分開四份 加入麵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小 大約1cm 放少許光貝 現在開始弄皮 放少許 薄一點 滑上薄一點 但要有少許厚度 這樣才好 厚薄個人喜歡 放少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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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餃子的時候放在一邊 放在外面 很簡單 這樣就可以了 一只剪刀 放在这里 到时整排过去 捏住这里 手指顶住 接两下 一只剪刀 这就行了 这些馅子 放在自己的面 放在自己的面 两下 可以 现在用保鲜袋 再放入冰箱 放入冰箱 将冰箱 冰箱 硬身后 将冰箱 倒入 纸皮 大一点 甚至不肚子 直接放入冰箱 不肚子 直接放入冰箱 直接放入冰箱 放入冰箱 先放入冰箱 好 其实可以放两盘 上面可以放一盘 下面放一盘 好了 饺子都硬了 将冰箱 放出来 先放入冰箱 这些饺子 要很硬 很硬 很高 很快 这些饺子 就放入冰箱 马上放回冰箱 不要被它花 记住 煮的时候 不需要解冻 直接放进去煮 就可以了 汤饺和蒸饺 放入油 饺子是昨天做的 今早做早餐 炒香 炒香葱头 炒香葱头 放些芋 煮至少 鸡肉 早餐也有三人份量 煮了整个饺子 煮熟了 放一炸葱 煮一下 浮了很久 浮起身 完成了